我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使用Aroma烤串7烤羊肉串的最简单做法和一些小tip 首先我们需要买羊肉 Costco就有这种羊腿肉 但事实上这种肉肥肉太少 其实不是烤羊肉串最好的选择 它烤出来的都比较干 如果你家附近有其他的店在卖 注意要选择肥肉比较多的羊肉 这和神户肥牛道理是差不多的 都是靠肥肉的油出来的一种特殊的香味 配料的话必备的肯定是盐辣椒自然 注意中国店卖的有些自然味道不正 你们还是要好好选择 因为是第一次用 为了防止很快烤干 我切了这么大的块 但事实上略小一些的会更好 我也没有腌 切好之后将配料加油直接倒进去调和均匀 而串串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 把有肥肉的部分放在最上方 这样肥肉化成油之后会流遍整个串 让羊肉串更香 但就这个机器而言 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大家不要穿太多的肉在上面 肥肉离签子的根部要远一些 这是因为这种烤串期上方是开放的 也就是说烤制的过程中 签子根部的温度是最低的 所以如果肥肉位置过于靠上的话 不容易融化 好了 全部穿上之后 我可以放进去开始烤制了 中间的电子碳芯需要一分钟左右预热 像这么大的肉串 我使用25分钟烤制 好了 现在已经接近25分钟了 可以看到肉串上烤的滋滋流油 第一次使用效果非常好 烤出来的肉串已经是我们使用Costco羊肉烤制出来最好的效果了 而且没有油烟又干净又环保 所有的零件都可以使用洗碗机清洗 比以前使用过的烧烤方式简单太多了 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 你还可以尝试使用这个来烤大陆最常见的台湾香肠 鸡翅 虾 甚至我准备试试烤油条 因为超市里卖的油条都是冷冻的 每次加热都需要使用巨大的烤箱来做 用这种烤串机可能会既简单又快捷 好了 如果你也想试试的话 可以到Amazon搜索 Aroma Kebab